全港月薪中位数大约8万7千 高上了四成以上 这些金融商业的精英 午餐都吃些什么呢 是不是餐餐都吃米其林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这种美味 河流以火仓烤制半身手 加上生鸡蛋隆隆单义 一碗约800台币 港式口味相对便宜 这里更集合了多家 来自香港各区的排队店 老牌烧鹅店大厨自立门户 烧鹅饭400元起 鱼蛋墨鱼碗双拼盒粉360元 比烧鸡湾总店贵上100 这里好处不用排队 以及座位比较舒服 中韩市商业中心区金融保险业 月薪中位数15万台币 比全港高四成以上 这里有高级两菜饭约310台币 三菜饭则是350元 这些是什么呢 酒店自助餐 不吃不吃啊 那我要这个 咕噜鸡好 咖喱牛肉一家 三松饭 我想要这个 肉饼 麻婆豆腐和叉烧 如果花上10分钟 走到上缓旧区 中式两菜饭只要130元 也吸引不少上班族去排队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